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最新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 俄军共击落了10架乌克兰无人机 其中6架无人机被俄军防空系统击落 另外4架无人机则被俄军的电子站系统击落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派出的无人机并未造成人员或财产损失 另据英国天空新闻消息 一日稍早前 乌克兰方面宣布乌军在基辅上空击落了9架俄罗斯无人机 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击落了2架俄罗斯无人机 近日俄媒和西方媒体多次报道 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发动空袭的消息 2月28日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沃罗比耶夫表示 一架疑似乌克兰UJ-22无人机在莫斯科地区坠毁 其目标可能是为了打击当地的民用基础设施 同日俄罗斯国防部还宣布 俄军击落了两架瞄准俄罗斯南部民用基础设施的乌克兰无人机 28日上午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普尔科沃国际机场 据报一度因不明飞行物暂停飞机起降 俄军派出战机进行调查 另据俄新社英国广播公司消息 在沃罗比耶夫宣布这一消息前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击落了两架乌克兰无人机 据报道 无人机坠毁的地点位于距离莫斯科市 约100公里的古巴斯托沃村附近 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在当地运营着能源设施 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对俄新社表示 该公司在当地的业务并未中断 沃罗比耶夫称 无人机袭击的目标可能是当地的民用基础设施 俄方并未遭到人员或财产损失 目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其他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俄方发布的图片显示 一架受损的无人机停在积雪覆盖的田野上 其外形与乌克兰生产的UJ22无人机相似 乌克兰方面曾表示 UJ22无人机的最大航程可达800公里 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安东格拉申科 也在推特上发布了这架无人机的照片 他宣称 这里距离俄乌边境500多公里 很快俄罗斯领导人可能会非常害怕在公共场合露面 因为无人机可以到达很远的距离 BBC称 如果这架无人机真的属于乌克兰 这将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一系列袭击中 距离俄首都莫斯科最近的一次 但乌克兰方面并未公开承认 这一架无人机与自己有关 英美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要求FSB加强行动 打击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日益增多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同日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在该国西部进行了一次战斗机训练演习 未经训练 未经训练